老公,你回来了吗?有没有吃饭? 深夜十一点,我神色疲惫回家,挺着大肚子的老婆坐在沙发上等我, 瞧着我回来,主动去厨房给我下面条。 别忙活了,我不饿。 我坐在客厅,点燃一根烟,那烟从我的口腔直冲脑门。 原本身材纤细的老婆,如今因为怀孕变得大肤肥肥,神态臃肿。 尤其是那双腿,更是肿得跟猪腿一样。 我已经很久没和老婆同房,我告诉她是因为害怕宝宝出意外, 但实际上是我心里恶心。 一个女人,怎么能吃得这么胖,这么恶心? 叮,手机收到一条短信,是网络号码。 我本来想当作垃圾短信删掉,但短信内容让我眼前一亮。 臃肿发福的老婆是不是让你无从下嘴, 点开链接,让你拥有帝王般的待遇? 这种一看就是诈骗的链接,要是以前我肯定直接删除。 但今天鬼使神差的我竟然点进去了, 刚一点进去就看到一个坦胸露乳,神色飞红的少女, 正嘟着嘴唇,眼神迷离地瞧着我。 给我瞧得老二一下顶了起来,真够近。 没过几分钟,老婆从厨房端了碗面条出来, 我草草吃了几口,也懒得敷衍她,说自己去拉屎钻进了厕所。 那个链接就跟小猫抓的一样,挠得人人心里发慌。 我犹豫好久,又一次点进去,这次直接给我蹦到聊天对话框, 对方发来一条语音,是个女人,娇吟着对我说, 大哥,你寂寞吗? 我似乎网恋了,自从和链接聊上之后, 我整天浑浑噩噩,神不守舍。 对方是个二十岁的妹子,叫娜娜。 说是在西双版纳,被人骗去做这行, 我往链接冲了两万多。 我们开视频的时候,她一面抚摸自己的桶体, 一面用嘴形对我说,救我。 我看得血脉喷张,后来娜娜和我说, 他们老大让她继续骗我钱,娜娜不忍心, 被老大揍了一顿。 此时的娜娜,娇俏的面旁上全是亲子, 她隔着电脑屏幕,将小手紧紧跟我贴在一起, 老公,只要二十万,你就能带我回家, 我不会破坏你的家庭,我只想逃离这个地方, 老公,你来救我。 说着对面啪哒断了线, 我再拨过去就没人接了。 那一瞬间,我好像回到了二十多岁愣头青的时候。 那可是一个无依无靠的女孩子, 只要二十万就能无怨无悔跟我回来, 甚至主动提出不破坏我的家庭。 说老实话,我动心了。 像我这样的中年男人, 有几个不渴望家里红气不到, 外面采气飘飘呢? 再说了,只有二十万,又不多。 我就是去一趟,又能怎么样? 我骗老婆说和同事去西双版纳旅游, 老婆没多说。 给我收拾行李的时候, 老婆似乎有些不开心, 嘟嘟囔囔道, 我都快到预产期了, 你不去不行吗? 你瞧瞧, 真不懂事。 我都说了我是公干, 竟然还不让我去, 和纳纳一点都不能比。 要是纳纳, 估计现在都软和合地躺在我怀里, 冲我撒娇了。 越想越火大, 你老实, 在家待着不就完了? 男人的是, 你少管, 败家玩意。 我一脚将她整理好的行李踢散, 自顾自地跑到厕所, 打开手机, 不断呼叫纳纳。 可惜的是, 对方始终先是无人接听。 不能再等了。 第二天, 我坐了最早一班飞机, 落地西双版纳的时候, 已经是夜里十点。 但其实这个时候, 我大脑空洞洞的。 我即不知道, 纳纳到底在西双版纳那个地方, 也不知道纳纳到底是不是真的骗我。 我就是忽然想见她, 疯了一样想解救她, 我相信纳纳不是骗我。 我尝试性地向链接发送信息, 纳纳, 我到西双版纳了, 你在哪里? 本以为对方不会回信息, 没想到对方立刻回了信息, 老公你来了, 好爱你, 我找人去接你, 那一刻我欣喜若狂, 如果不是大庭广众之下, 我可能都要忍不住蹦打起来。 但这一环扣一环, 我却忽视了一件事, 纳纳不是被扣下来了吗? 那给我回信息的人是谁? 很快我就知道了, 两个男人前往约定地址接我, 因为我订了一家偏远的酒店, 男人几乎是半拖着将我架到车上。 此时我心里有些忐忑, 这和我想象的不太一样。 我吵着要下车, 其中一个男人用手死死捏住我的手腕, 车外灯火通明, 我在车里疯狂大喊, 放我下车, 放我下车, 要不然我就跳车了。 一个男人开着车, 另一个男人沉默不语, 车趴停了, 再等红灯。 此时同行的一辆车, 似乎听到我的叫嚷, 他主动打开车窗。 向我示意, 哥们, 需要我报警吗? 报警, 立刻报警, 我, 我报警两个字还没说出来, 就听到身后的黑衣人压在我背上, 低声说, 你难道不想知道娜娜在哪里吗? 娜娜现在可是一心一意盼着你去救她呢? 娜娜两个字, 就像一并中锤打的我, 毫无还手之力。 我只能咬着牙, 向对面的车摇摇头, 不管是狼窝还是地狱, 这一趟我必须要去。 反正都是在国内, 就算真有什么问题, 我想跑也不难。 当时, 我心里真是这样想的。 国内是法治社会, 能出什么问题? 但后来我再想起这个想法, 只觉得自己蠢得可笑。 黑衣人看到我拒绝后, 立刻将车窗要上去, 脚踩油门一下踩到底。 这辆破破旧旧的面包车, 竟然一期绝尘, 远远跑开。 身边的黑衣人, 递给我两瓶水, 一瓶饮料, 一瓶矿泉水。 我用手拧了一下, 饮料瓶口是开的, 而矿泉是瓶口是紧的。 显然饮料被人动过手脚, 可笑, 我能这么蠢直接喝饮料。 我当着黑衣人的面, 得意洋洋地将矿泉水拧开, 甚至有几分炫耀的意思。 你瞧你们多聪明似的, 这种小伎俩对我来说不值一提, 但不知道为什么, 喝完矿泉水之后, 我的大脑就开始昏昏沉沉, 我拼命想要睁开眼睛, 但眼睛就像是用强力胶沾上一样, 怎么也睁不开。 不过片刻, 我就感觉脑子混混沉沉, 紧接着失去意识。 等我清醒过来的时候, 我就发现自己手脚被紧紧捆在一起, 两个黑衣人就像丢麻袋一样, 将我随意抛在地上。 其中一个黑衣人操着一口不知道哪里的方言, 这又来一个这个月夜几达标喽。 土狗还想要女人, 等着瞧吧。 腰间传来钻心痛, 其中一个黑衣人踹了我。 此时此刻, 我浑身僵硬, 一句话多说, 因为我明白, 如果被他们发现我清醒过来, 只会打我打得更严重。 很快, 我被他们抗在肩膀, 先是一路先跑, 又换乘摩托车, 还爬了好一会山, 终于在天微微亮的时候, 我被他们像死狗一样扔在地上。 其中一个男人一脚踩着我手背上, 蠢货, 赶紧给我睁开眼, 我知道你早就醒了, 别特么壮了。 他踩着我的手背。 使劲往下碾, 都说食指连心, 我到现在才知道手指被人碾压是怎样的疼痛。 因为双手被捆住, 疼痛让我像快要煮熟的瞎子一样卷曲着。 你们眼里还有没有法律, 赶紧把我放了, 否则我家里人发现我不见, 肯定会报警的。 哈哈, 这个狗杂种, 还想着报警呢, 傻逼。 其中一个人蹲下来, 用手揪着我的头发, 啪啪啪, 就是几个大耳光。 在这里, 我们老大就是王法, 你在国内那套不实用了。 国内, 这不是国内, 你们把我偷渡到那里了。 我疯狂地想要站起身, 换来的只能是有一顿暴打。 等把我打得站也站不起来, 其中一个大汉, 拖着脚将我拉到一个巨大的仓库中。 正中央坐着一个丝丝纹纹的男人, 四十岁左右, 看起来很有文化的样子。 而他身边跪坐着一个女人, 如海藻般泼墨的绣发, 紧身亮片连衣裙, 因为是低垂着身体, 我甚至能看到他胸前的沟壑。 我和他网恋许久, 化成灰我都能认出来, 他是娜娜。 娜娜, 这是什么地方, 你们把我弄到那里了。 因为看到娜娜, 我像一只蛆虫, 不断在地上扭曲。 娜娜甚至没给我一个眼神, 倒是那个坐在老板椅上的男人, 温和朝我笑着。 他食指交合扣在一起, 半弯着腰, 明明看起来如此和蔼, 却莫名地让我觉得寒毛耸立。 因为我从他的眼神里看到的淡漠, 就好像躺在地上的我, 不是一条鲜活的人命, 而是一只随手可以碾死的蚂蚁。 现在给你两条路, 第一让你家人给我三十万, 我放你回国, 第二跟着我发财, 我带你走向人生巅峰, 你不就是想要女人吗? 在这里女人是最不值钱的玩意, 随便一点好处就能上, 你要不要? 她嘴角温柔地裂开, 却一把抓住娜娜的头发, 将她摔在地上。 听说你们这个月业绩完成了, 这个女人赏给你们了, 记住别玩费了, 我们这位朋友可能会舍不得。 身后的马仔听到这句话, 眼神蹭一下亮起火花, 连脱带拽将娜娜拉到一边, 四五个人轮番上阵, 在这空荡荡的仓库里显得尤为醒目, 我被人用脚死死踩着脑袋, 就这么眼睁睁看着娜娜被人凌辱, 却无计可施。 娜娜,娜娜, 你们这群畜生, 畜生, 当人只能物理咆哮的时候, 恨意就会从她胸口蔓延到全身。 我要杀了你们, 畜生, 放开娜娜。 坐在老板椅的男人, 瞧我这副模样, 似乎是看到什么好玩的东西, 夺不向我走来。 你以为你是怎么到这个地方来的, 是娜娜专门把你骗来的, 也不怕告诉你, 现在你在妙瓦地, 在这个地方最不值钱的就是道德。 她手腕上套着一串佛珠, 表面油润光滑一看, 就是常被人抚摸。 可就是这样一串代表佛性善意的东西, 如今却被这个畜生当成玩一把玩。 我脑海里忽然想起, 最近网上非常流行的一句话, 他到底拜得是佛祖, 还是自己的欲望。 伴随着喘息声的结束, 那群马仔纷纷提上裤子, 站在男人身后。 此时我才知道, 这个男人叫豪哥, 里面的人都喊他老大, 给你二十万, 你是不是真的会放我走? 豪哥怂怂间, 朝我笑笑没说话。 此时此刻, 虽然我心里明明知道, 即使我给了二十万, 他也不一定会放我走。 但人总是会这样, 总不想放过任何一点机会。 我从兜里掏出手机, 几乎是颤抖着拨打老婆的电话。 电话瞬间被接通, 老婆着急的声音从对面传过来, 老公, 你怎么从昨晚开始就不接电话, 你怎么了? 事情有点复杂, 我现在被人控制在庙瓦地, 需要四十万才能赎身, 你赶紧给他们打钱。 四十万, 你在庙瓦地, 你不是去西双版纳了吗? 你, 臭娘们, 这么多废话干什么? 家里那一分钱, 不是老子正德, 赶紧给我打过来, 别逼我回家删你。 从昨天到现在, 长时间的压抑和恐惧, 终于在听到老婆的声音后, 彻底爆发。 电话那边诡异沉默片刻, 过了半下, 老婆才恍恍惚惚地开口, 老公, 四十万不是个小数目, 你等我筹一下钱, 我就给你打过去。 他刚说完这话, 我就啪一下挂了电话。 有了老婆的保证, 我心里忽然有了底, 从做起来, 企图让自己光鲜一些。 四十万, 二十万数我, 二十万数他。 我看向娜娜的方向, 此时她浑身光着, 表情麻木, 就像一只没有灵魂的木偶, 看得人心里发慌。 自始至终, 我都想相信娜娜对我是有感情的, 骗我来, 只是破语无奈。 豪哥听我这么说, 静默两秒, 忽而鼓起掌来, 似乎看到了全天下最可笑的笑话。 好好好, 果然是情深意切, 那我们就看看这个钱什么时候到账。 我老婆把我当成命一样存在, 她肯定不会不管我。 家里流动现金三十万, 她只要快速套现一波首饰, 就能凑够四十万。 我很快就能回去了, 当时的我天真的以为真的是这样。 但事实是, 二十四小时过去了, 豪哥依旧没有收到一分钱。 坐在她身边的娜娜, 始终保持贵坐的姿态, 似乎一点也不会累。 你老婆好像没有打钱, 你说怎么办? 不可能, 不可能。 我疯狂地给老婆打电话, 对方始终无法接听, 终于在打了第十个电话后, 老婆才接了电话。 我问她有没有打钱, 她惊恐地表示已经打了过来, 是不是对方在骗我? 此时我才明白, 就算我把所有的家产都掏空。 这个叫豪哥的男人也不会我放走, 因为在他眼中, 随随便便能拿出四十万现金的我, 肯定还有更多的隐藏价值。 骗人, 你们骗人, 你们这群畜生, 拿了钱不办事, 死后就得下地狱, 骗子。 我疯狂朝他们怒吼, 恐惧和绝望快要把我淹没。 这段时间以来, 网上铺天盖地, 全是妙瓦地电信诈骗, 虐待国人的消息。 我比谁都知道, 这个地方来得容易, 出去几乎难于登天。 豪哥见我崩溃, 就像逗弄老鼠的猫, 笑得声音几乎要把仓库冲破, 去。 带他看看什么才是真正的地狱。 在这群人的带领下, 我第一次实打实地看到地狱。 普通人所能想到的酷刑, 无非就是殴打, 心虐。 但是在这里, 他们最擅长的不是单纯的肉体虐待, 而是鲜肉体击垮你的意志, 在一步一步摧毁你的精神和信仰, 最后变成这群人手中最忠试的狗。 我在这些人的压迫下, 吃下加了粪便的热狗。 当时我已经被饿了三天三夜, 眼睛都开始冒金光, 人天生就有求生意识, 别说是粪便。 土我都想挖来吃, 我的脖子被人套上狗像圈, 一个人用脚踩着我的头, 将粘满粪便的热狗从我头顶扔下来。 乖乖, 小狗狗赶紧吃, 吃了带你出去溜溜弯。 在我周围, 还有好几个和我一样的男人, 他们有的表情麻木, 有的不断干呕, 还有的甚至真把自己当成一条狗, 聚起屁股不断地摆动身体。 我只觉得浑身发麻, 忍着想要呕吐的感觉, 闭上眼睛将热狗麻木塞进嘴里。 吃, 只有活下去才有逃跑的机会。 我不能死在这里, 我家里还有老婆孩子。 娜娜还等着我去解救? 我被这些人当成狗崽子戏弄, 他们牵着我的拨圈在院子里逗弄, 一旦不配合就用电棍袭击, 甚至还会用滚烫的开水将我的手指一根一根放进去。 你要记住自己的身份, 你不是人, 你只是豪哥手下的一条狗, 狗桃主人欢心就能有饭吃, 否则就只有送去狗肉汤馆, 霸皮吃肉。 这话在我耳边嗖一声传过, 吓得我一哆嗦。 为了活下去, 我只能将自己当成一条狗, 只要活下去, 一切就还有希望, 或许是我表现得还不错。 他们开始培训我, 教我如何给亲朋好友借钱, 如何在网上汇变小姑娘。 此时教导我的教官, 态度非常和蔼。 你想吃一顿正常的饭菜吗? 今天骗来五万块, 就能让你吃饱喝足, 还能让娜娜陪你一碗。 长时间遭受非人虐待, 乍一听这个消息, 我欣喜若狂。 五万块的任务实在太好完成了。 我给自己发小打了个电话, 说自己在外面旅游丢了挣钱钱包, 让他给我打五万块, 回去给他。 发小虽然有些诧异, 但处于对我的信任。 五万块很快到账, 很快我被教官带下去, 这是我第一次吃到热汤热饭, 还洗了个热水澡, 我几乎要落下来。 我甚至还被他们带到一间独立的房间, 推开门的那一刹那, 我心跳得非常快。 里面是穿着小吊带的娜娜, 他面色温柔地瞧着我, 那一汪深情的眼神几乎要把我淹没。 都是男人, 看到这幅场景, 又有几个能把持住, 反正娜娜也被这么多男人上过, 多我一个不多, 少我一个不少, 这种时候我还装什么正人君子。 一夜风流沉沦, 我几乎要沉浸在温柔乡, 甚至都快忘了这是什么地方。 直到第二天早上, 教官将我从床上扯出来, 依旧态度和蔼地说, 开始今天的任务了, 今天的任务是十万块。 虽然比昨天涨了五万, 但我已经自信心满满, 我相信以我的信用度, 随随便便就能骗来十万。 但很快我就傻眼了, 我不断给这些人打电话, 他们都在说, 你不要骗我了, 我还有老婆孩子要养。 你真被人骗到妙瓦地了, 报警没有。 儿子你怎么样, 你爸已经开始找人要捞你了。 从我妈妈口中, 我得知, 我老婆在得知发小, 被我骗走五万块后, 连夜报警, 并用我的账号发朋友圈, 说我被骗到境外, 如果我打电话借钱, 或者以任何名义要他们投资, 大家千万不要给钱。 甚至还挨个给我亲戚打电话, 就是为了防止这些人被我骗。 当我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, 心里咯噔一声, 我老婆动作也太快, 虽然我知道她这么做没错, 但这样做不就是把我往火坑里推吗? 时间一点一点流逝, 挂在墙壁上的钟表, 滴滴答答走的人, 心里发慌。 从早上九点, 一直到晚上酒店, 我打了所有电话, 几乎没人愿意借钱给我, 就是有也不过零星几千块钱, 跟目标十万块距离甚远。 教官自始至终保持着温和的态度, 见我实在借不到钱, 他向门外的人点点头。 很快, 门外冲进来两个人, 抓着我的头发, 把我往外拖, 这一拖就不是轻而易举就能离开, 我肯定要拖一层皮的。 我趴在地上, 疯狂哀求, 明天, 明天我一定想办法把业绩凑够。 求求你, 别把我拖出去, 求求你。 教官表情淡然, 根本看不出他什么心情, 只是向我摆摆手, 我也很同情你呢, 但没办法, 规矩就是规矩, 谁也不能打破。 他嘴里说着同情, 但眼睛里全是默然。 这一晚我没睡, 他们用一盏高强度的白赤灯, 疯狂罩着我的眼睛, 只要我一想睡觉, 就用电棍朝我腿上就是一下。 人可以几天不吃饭, 但是如果几天不睡觉, 整个人的精神已经要崩溃。 此时此刻, 我就处于崩溃边缘, 只觉得陷入深渊, 无法挣脱。 当我终于从小黑屋出来的那一刻, 我几乎是匍匐着爬到教官脚边, 用嘴不断地亲吻他的脚面, 我听话, 我一定听话, 让我睡一觉, 让我睡十分钟也行。 此时此刻, 我再也无法估计自己的尊严, 无论是做狗也好, 做牛做马也罢, 就算是让我当一坨屎, 我都愿意。 我的精神已经陷入崩溃边缘, 简单地休息两个小时, 就被他们从地上揪起来打电话。 一些人已经开始拒接我电话, 还有一些人接通我的电话, 我几乎是哭着求他们打钱给我。 我把自己的处境如实告诉他们, 如果他们不给我打钱, 我甚至连饭都吃不上。 一开始, 有些关系比较好的朋友, 还会断断续续打钱给我。 后来他们就再也联系不上, 我的处境从一开始的三菜一汤, 到最后的只有一块干馒头。 再到最后, 我连我老婆的电话都打不通, 只有我妈还在接我的电话。 他们的养老金已经被掏空得差不多, 我妈在电话里恶毒地诅咒我老婆。 那个小骚货生了个女孩, 这不是断我们家香火吗? 我踏她要钱。 她竟然说给再多钱都百搭, 已经报警处理, 警察会救你。 你说这话不是白日做梦吗? 那是境外的事情, 报警有用吗? 妈, 你给我点钱, 五千, 没有五千, 三千也行。 小婊子, 破烂货, 怎么不去下地狱? 我想把他从你们房子赶出去, 他竟然说房子是夫妻共同财产, 和我没关系。 儿子, 等你回来就和他离婚, 当初我就说不让你们俩结婚, 我看那个破鞋就恶心, 你看, 妈, 我快要饿死了, 你赶紧给我打钱。 我, 我这边话没说完, 电话那边就啪一声挂了, 再打过去就提示关机, 伴随着我妈关机, 我最后一丝希望也破灭。 终于在接连两天没有任何收入后, 我被教官丢进了水牢, 黑暗, 潮湿, 阴冷, 这些都不是最致命的, 最致命的是黑糊糊水沟里那些滑腻腻的触感。 他们说里面有毒蛇, 还有说里面有饿到发疯的老鼠。 我被关了三天, 出来的时候双脚没一块好肉, 有的地方甚至漏了白骨。 从开始的挣扎, 胡同, 到最后几乎失去知觉。 幸运的是我没死, 可跟我一起扔进来的男孩子, 永远地留在那里。 那一刻我才明白, 所谓的亲情, 爱情, 在金钱面前如此可笑。 我要活下去, 在这个不知道什么地方的园区, 好好活下去, 即使违背自己的道德底线。 从水捞出来之后, 我被丢进培训班, 这里都是从亲朋好友那里骗不到钱的人, 他们被集中在一起, 培训如何进行电信诈骗, 又专门进行恋情诈骗, 把他伪装成富二代, 专门在网上骗大龄圣女, 或者女大学生。 以真爱的名义, 他们过来结婚, 投资, 就像当初娜娜对我一样。 还有一种游戏诈骗, 把自己伪装成游戏大佬, 专门吸引游戏里面的玩家充钱消费。 还有网络赌博, 那些一事无成, 想着一夜暴富的社会青年, 是主要群体, 先让他们赢点小的, 然后印有他们向父母借钱, 贷款, 到最后一口吃光。 无数家庭被他们骗得倾家荡产, 我不断听到有人因为网络赌博, 连楼房都卖了, 最后还不起贷款, 只能跳楼自杀。 说实话, 有那么一刻, 我是羡慕这些跳楼自杀的人, 他们虽然失去了所有家产, 但却没有遭受过非人的折磨。 像我这样, 跟一条狗似的活着, 死又不敢死, 活又不能好好活, 这才是最痛苦的事情。 最后, 我被安插到游戏组, 因为我长相油腻, 年纪又大, 骗小姑娘没啥市场。 在游戏里, 还能和别人吹吹牛, 只要不露脸, 什么都好。 这是一款带有色情氛围的游戏, 玩家想要进一步观看, 就必须地往里面冲钱。 而我就是游戏里满级大佬, 只要有新人犹犹豫豫, 不舍得冲钱, 我就不断怂恿对方, 激怒对方, 诱拐他们不断冲钱。 在这样的手段下, 每个月虽然业绩达不到第一, 但好歹不在垫底, 总归有口饱饭吃。 有时候打游戏的时候, 我会听到那些看管我们的打对手闲聊, 他们是标准的地方口音, 男人之间讨论, 无非就是女人。 娜娜被提及的次数并不多, 但每次提起来都说, 这个女人了不得, 又骗了多少多少男人过来。 我每次听到这里, 就恨得牙痒痒。 如果不是她, 我现在正在家里守着我闺女, 何至于在这里做这些事情。 就在我以为自己一辈子都走不出这个园区的时候, 机会来了。 深夜, 所有人都睡得格外沉, 娜娜就像一只小老鼠忽然钻进我的被窝。 她用手指挠了挠我的胸口, 然后快速捂住我的嘴。 你想不想逃? 漆黑夜色中, 我无声地点了点头。 明天晚上, 你想办法到厕所尽头的走廊里去, 我找到人接应我们, 凌晨两点, 我只等你十分钟, 你不来, 我立刻就走。 为什么? 这种事明明自己走最好, 她为什么要带我走? 你是第一个找人要钱赎我的人, 你要是不嫌弃我, 回国之后, 我真心和你过日子。 说完这句话, 她就猫着腰, 又一次从夜色中溜走。 我的手抚摸着刚才娜娜用手指滑过的地方, 有些发烫。 彻夜未眠, 第二天玩游戏的时候, 都有些心不在焉。 很快到了晚上应约的时间, 我信不走到走廊里面的卫生间。 悠长的走廊, 没有开灯, 只有沉闷的打击声传来。 四个人将娜娜压在身下, 用钢叉贯穿她的大腿。 她整个人躺在血泊上, 就像一条快要干死的鱼, 身体不断抽搐。 我站在四个人后面, 看着娜娜那双坠满恨意的眼睛。 没错, 是我告的密, 是我亲自将娜娜要逃跑的事情, 告诉我的顶头上司。 我虽然蠢, 但是我有点脑子。 这里戒备森严, 巡逻是24小时的。 娜娜一个女孩子, 怎么可能突破层层防卫, 跑到我房间里, 跟我说要带我走。 要么就是她想要试探我, 看我有没有想跑的心。 要么九次她已经暴露, 如果这个时候我跟她一起走, 被钢叉钉在地上的人, 还有我? 明哲保身, 我只能把她供出去。 再说了, 她一个被人千七百压, 妓女一般的玩意。 真跟我回了国, 我还不得丢死人, 干脆把她永远留在这里, 将来我就是回去, 也能说是投资被人骗, 也好过说我是被女人骗去的。 娜娜无助地躺在地上, 血窟窿扑扑往外出着血, 她的眼神从开始的恨意到不甘, 再到最后的麻木。 她被人拖下去的时候, 我不知道她死没死, 但我知道她不如此刻就死了, 因为如果她没死, 等待她是另一场漫无天日的虐待与囚禁。 在这个地狱一样的地方, 美貌本身就是一种罪恶, 因为我的主动投诚, 被教官拿到陈会上特意表扬, 如果不是她的举报, 娜娜可就真的跑了, 因为连我们都没发现巡逻其实是有漏洞的, 差一点, 差一点她就跑了。 教官站在我跟前, 拍了拍我的肩膀, 听到她的话, 我整个人如遭雷击, 表情僵硬。 娜娜, 娜娜竟然没有暴露, 如果昨天我跟她一起走, 是不是现在我就已经跑出去了? 我的耳朵嗡嗡作响, 教官后来说的什么我都没听清, 我只看到面前这些所谓的同事, 他们都在面无表情的鼓掌, 赞扬我举报的美德, 甚至羡慕我晚上家的鸡腿。 这是我从到这里以来, 第一次觉得鸡腿未同嚼辣, 是我亲手葬送了一次绝佳的逃跑机会, 那根不知道放了多长时间的鸡腿, 被我狠狠咬碎, 连骨带肉吞进肚子里。 我绝不能妥协, 我一定要回去。 因为我的举报, 他们对我的看管似乎松了一些, 竟然还主动给我手机, 让我和家人报平安。 当时我还觉得是不是因为我的投诚, 让他们信任我。 后来我才知道, 是因为国内警方的压力, 让这些敌方头目感觉到压力, 让活着的人主动打电话回家报平安。 电话那边, 妈妈听到我的声音, 先是哭了一回, 然后又开始谩骂我老婆。 说老婆霸着家里的财产不松手, 还说什么你一定会回来的, 绝不会把财产分给我。 儿子, 你说他是不是居心叵测, 你在国外谁知道死没死, 他就是不想把你的遗产分给我们, 谁知道是不是在外面养了眼男人。 够了, 我还没死, 你就想着分遗产。 我啪哒一下挂了电话, 我妈越来越不像话, 竟然现在就开始问我老婆要遗产。 还是我老婆爱我, 自始至终都帮我守着家。 如果我能回去, 我下半辈子一定好好爱她, 还好弥补她。 外面那些阴阴艳艳, 我最多当成露水情缘, 再不会包养了。 这个时间上最爱我的, 还是我老婆。 我一边想着, 一边给我老婆打电话, 对方始终无人接听。 瞧了瞧时间, 距离收手机还有几分钟, 我刷着手机逛了逛猛户。 意外发现, 竟然有一个和我境遇相同的人, 成功从妙瓦地跑了出来。 他找的是某阴上的一个男人, 给了对方几万块的好处费, 就能把自己偷渡回来。 我心脏砰砰乱跳, 几乎快要冲破胸口。 一面装作拨打手机号, 一面去某阴搜索这个人。 接下来的这段时间, 我只要有机会就和对方联系, 没想到还真给我联系上了。 他是在当地生活的华人, 明确告诉我, 只要我自己能跑到妙瓦地某街上, 他就能把我送回家。 看到这条消息, 我忽然心里有了底。 如今, 我们是在一个园区, 我生活在三楼, 从来没下去过。 只有一个通风窗户, 跳下去要么死要么伤, 在犹豫了整整两天后, 趁着打手交班, 互相吹牛的时候, 我从三楼一跃而下。 落地的那一刹那, 我明白, 我的右腿断了。 但这是我好不容易争取到的逃生机会, 我咬着牙, 疼痛让我浑身开始冒汗, 匍匐着爬进一辆面包车的后备箱。 我不断祈祷上天, 让这辆面包车赶紧离开, 如果到明早还不走, 一切就都晚了。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诚意, 感动了上舱。 面包车真的启动了, 它一路急行, 车外传来轰鸣声, 还有鸣笛的声音。 不知道为什么, 听到马路上的鸣笛声, 我竟然有一些安心。 在这样晃晃悠悠的旅程中, 我昏睡过去。 等我醒过来, 就可能到本地司机, 正满脸惊恐地瞧着我。 他说着一口我听不懂的话, 但我能看明白他的意思。 这意思是你怎么在这。 他飞速将我从后备箱扯下来, 然后丢到一边的垃圾桶, 并示意我不要出声。 我趁他不注意, 找了一根棍作为拐杖, 一瘸一拐地跑了。 路上碰到一个华人, 他瞧见我非常热情地询问, 你是不是从园区里跑出来的, 别担心, 我也是华人, 我会帮你。 他说着从兜里掏手机, 准备打电话, 我趁他不注意, 一棍敲在他的腿上。 他哀嚎一声半跪下来, 我趁机跳上当地一辆汽车。 和我街头的人千叮咛万嘱咐, 信谁都不能信当地的华人。 我亲眼看到, 刚才那个人手里拨出去的备注是豪哥, 他想把我又一次迈回去。 终于在我的努力下, 我和街头人碰面, 坐上了回家的路。 接待我的人, 一路不说话,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快要回家, 我心跳得非常快。 他行车带我走到一块破了洞的铁栏门口, 过去, 你就会到国内了, 你现在先把钱给我, 要不然, 我不能让你走。 我几乎是哭着给我妈打电话, 我说让她给我打五万块过来, 这次不是骗人, 而是真的给了我就能回家。 我妈拍一下把电话挂了, 说她没钱。 我把我脑海里所有能记住电话号码的人都打了一遍, 甚至连我包了四年的三都打了, 可他们都觉得我在骗钱。 街头的那个人有些不耐烦, 你怎么回事不会想赖账吧? 你信我, 等我回国一定给你钱, 他们都不信我。 我, 你给你老婆打, 她总不能不信你。 对啊, 给我老婆打, 她不会不信我。 可我拿出手机, 却有些茫然, 因为我竟然记不住我老婆的电话。 在园区的时候, 我都是用自己的手机打, 如今我跑出来着急, 根本没带手机。 到了此刻我才恍惚, 我竟然不知道我老婆的电话。 就在我们俩胶着的时候, 远处传来一声车鸣。 是豪哥, 他追过来了, 接应我的人一瞧见豪哥哀鸣一声, 被你害死了。 然后飞速离开, 我疯了一样匍匐着往前爬, 但最终还是被抓了回去。 就在我以为自己死定的时候, 豪哥却忽然拍了拍我的脸, 我是真的挺想让你死的, 但是没办法有人花高价买你的命。 他指了指打手, 其中一个男人拿着一把闪着荧光的小刀向我走来。 虽然我会放你离开, 但是你这么走险的我很没面子, 我必须留下点误件来。 听到他这话, 我反而放了心, 大不了多一根手指头。 我本来是这么想的, 但后来我发现还是我太天真, 这个畜生压根没把我当成人。 我被随意丢弃在境内巡逻区, 当时我已经疼得昏迷, 解放军瞧我浑身是伤, 裤裆还一片血迹, 直接把我带去了医院。 经过救治, 我命算是保住了, 但是右腿从此泼脚, 肋骨多处骨折, 这都是小事。 最重要的是, 我被阉割了。 当我千辛万苦回到家, 才发现我闺女都快一岁。 父母整日和老婆争家产, 失手将老婆手机丢进盒里。 手机卡是我的身份证, 当初是怕我老婆背着我偷人, 所以用的是我的身份证, 方便查通讯记录。 可最后, 因为没有本人去没办法补, 这才导致我一直打不通老婆手机。 老婆见我回来, 没有我想象中的热烈拥抱, 也没有我幻想中的痛哭流涕。 她只是抱着孩子笑了一下, 既然你回来了, 我也不欠你什么, 咱俩离婚吧。 她拿出我曾经出轨的证据, 说家里的现金四十万, 全都打给骗子, 如今家里只有一套房, 还有我曾经创立的公司。 离婚的时候, 我把房子给老婆, 公司自己留着。 只要有公司, 我就有东山再起的机会, 可后来我才知道, 公司早就被老婆架空, 现在根本没什么生意, 没有现金留, 就只能倒闭。 而那套房子被老婆迅速套现, 孩子因为还在哺乳期盼给了老婆, 她带着孩子火速消失在这个城市。 我断了一条腿, 又成了颇奖, 再加上我被人骗取境外的事情, 人尽皆知, 几乎没有那个姑娘愿意跟着我。 我只能和父母窝居在老家, 看着电视里的新闻报道。 国内警方向境外施压, 要求立刻遣返, 无正规手续停留在庙瓦地的中国人。 那些园区被人骗过去的中国人, 通过正规手段都回到了国内。 如果当时我不跑, 如今也能顺利回国, 如果我不跑, 是不是我就不会摔断腿, 不会成太监。 但我万万没想到, 我竟然碰到了他。 豪哥穿着一件规规矩矩的中山装, 榜首阔波, 姿态悠然地走到我面前, 他告诉警方自己是被骗过去的受害人, 如今挥一挥手, 就像什么都没做过一样, 又回到了国内。 此时此刻, 这个像恶魔一样的男人, 用同样温和而笑, 低头告诉我, 当初那四十万, 我确实一毛都没收到。 我惊恐地看着他, 忍不住出声, 你什么意思? 你想不想知道那条链接是谁发给你的? 你想不想知道是谁高价买你的命, 还要处你的命根? 我一步一步后退, 只觉得自己似乎触及到了什么红线。 我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问你, 你想不想跟着我发财? 如今我还是想问你一句, 你想不想跟着我发财? 重新回到妙瓦地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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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重新回到妙瓦地。